各位听众大家好,我赚明,继给大家播讲盖尔泰宝 我们接着来讲意大利在二战后期的抵抗运动 上次我们说到,意大利形成了一个包括意大利国王在内 具有广泛基层代表的法莫索里尼联盟 那么这场压轴大戏的主角就是法律司党的元老,前外交部长格兰迪 这是一位曾经对意大利宣战表示过强烈反对 只是因为形势所迫才不得不屈服的人 他在1943年7月22日来到罗马 向莫索里尼提出举行法律司党最高委员会会议的要求 这就掀起了促使莫索里尼垮台的风暴 当最高委员会会议如期召开的时候 格兰迪是以慷慨赴死的心情与会的 他事先去了教堂做了忏悔,写下了遗书 在口袋里还藏了一把手枪 在公文包里还放了两颗手楼弹 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去复会的 那么随着莫索里尼的垮台 由巴多格里奥元帅领导的新内阁粉末登场 但他们的手里却是一个烫手的山羽 很明显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希望尽快的结束战争 避免意大利成为战场 但这又是几乎不可能的 盟国方面自然希望意大利作为空袭德国本土的基地 而德国方面当然不会轻易的放弃意大利 这样一个保卫本土的前哨阵地 虽然意大利军队在纸面上还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力量 总兵力达到170万人 但是他的战斗力相当的衰弱 在意大利本土的18个师 因为铁路在盟军空袭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而大量汽车又被葬送在了北非 现在又进行任何大规模的调动都非常的困难 对于意大利 希特勒甚至早在莫索里尼还在台上的时候 就毫无怀疑的认为 意大利必将背叛轴行国联盟 除了对莫索里尼之外 希特勒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意大利的国王 和意大利军队众多的高级将领 所以当莫索里尼下台的当天深夜 原定前往希腊 受命组建一个集团军群司令部来应付盟军可能登陆的龙美尔 就突然接到了希特勒的紧急电话 让他立刻飞到东普鲁市的最高统帅部 在最高统帅部龙美尔得到的最新命令 就是立即指挥在阿尔卑斯山区集结的部队 开入意大利 7月30日 德军的先头部队就已经以保护意大利补给线 严防破坏为由 控制了位于国境上的阿尔卑斯山区的爱口 守卫爱口的义军 最初曾经企图阻止德军 但最后还是害怕和德军公开冲突 而听任德军控制了爱口 接着呢 德国又表示 由德军来负责意大利北部的防御 从而呢 让意大利军可以抽调出更多的部队 开赴南部地区 迎击盟军的进攻 这种说法自然是冠门堂皇的借口 如果意大利拒绝的话 那就不打自招 承认心怀意志 所以意大利新政府根本没有办法拒绝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更多的德军涌入意大利北部 同时呢 德军精锐部队第二空降师 在第十一空降军军长 著名的空降战专家 自图登特中将的亲自率领下 迅速由法国南部 被空运到了罗马附近的奥斯蒂亚 再加上从意大利北部南下的德军第三装甲制弹兵师 德军在罗马附近已经集结了两个精锐师 虎视眈眈的盯住了罗马的意大利指挥中枢 意大利的新政府很清楚 单凭意大利军队 根本无法和这些德军对抗 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打消德国的不满和怀疑 静待局势的变化 基于这样的想法 意大利新政府发表了公开声明 表示将恪守诺言 继续在周星国阵营里和同盟国作战 一方面呢 是应付德国人 一方面意大利新政府 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和盟国的接洽上 但是当要开始这方面努力的时候 却发现居然找不到可靠的沟通渠道 按理说 英美驻梵蒂冈的大使馆是最理想的渠道 但是根本无法派上用处 因为英美此前根本没有这样的计划 英国驻梵蒂冈的公使就明确表示 他所使用的外交密码全部都是老密码 而且可以肯定德国是能够破译的 根本无法进行这样绝密的联络 而美国驻梵蒂冈公使的情况比英国还要糟糕 他根本就没有外交密码 一直到8月3日 意大利借着向葡萄牙里斯本大使馆 派出新任参赞的机会 派出了一名特使和盟国联系 这位特使就是齐阿诺的前任私人秘书达耶塔侯爵 这次他到里斯本就肩负着秘密使命 时间紧迫 所以他一到里斯本立刻就与英国大使坎贝尔接触 表示富有意大利新政府委派的特殊使命 这样明显的信号 同盟国自然知道这是意大利发出的求和信号 也就是这一天 同盟国有关意大利停战条件的文件完稿 开始在英美的领导层中传阅 以便在意大利提出停战的时候有所准备 就在意大利新政府和盟国开始秘密接触的时候 为了不过早的暴露意大利停战的企图 免遭德国的报复 意大利必须要敷衍应付德国 8月6日 意大利新任的外交部长 国安里利亚和总参部长安布罗西奥 在特勒维索会见了德国代表 李宾特洛普和凯特尔 会议始终在互不信任的气氛中进行了 意大利还是表示要恪守同盟义务 继续和盟军作战 但是必须得到德国大量的装备和军物资 然后提出了最重要的请求 那就是将驻扎在法国南部 和巴尔干地区的意大利军队撤回国 来加强意大利本土的防御力量 在会谈的军事内容中 讨论是相当激烈 最后德国在意大利保证 将撤回国的部队 不部署在边境的条件下 同意了这一请求 但同时 龙美尔元帅B集团军群的九个师 却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区 源源不断地进入意大利 而根本没有征求过意大利方面的同意 在外交方面 双方的会谈内容空洞 而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那同一时间呢 意大利和盟国的谈判 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 意大利的另外一个外交官 波里奥 在与英国驻丹尼尔的外交人员接洽 表示意大利将有条件的投降 由于盟国早已公开 只能接受周星国 无条件投降的原则 所以盟国认为 只有在意大利首先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 才有可能有条件的停止 对意大利的敌对行动 而且这是作为对意大利退出周星国阵营的一种奖励 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8月15日 安布罗西奥的参谋长卡斯特拉诺将军 作为意大利最高统帅部的全权代表 来到了西班牙 会见了英国驻马德利大使霍尔 明确表示如果盟军在意大利本土登陆 意大利就立即加入同盟国一方对德作战 鉴于意大利的这种态度 盟国决定派地中海战区司令部的参谋长 彼得尔史密斯中将和情报处长肯尼斯斯特朗少将 带着军事投降的最后条件 前往里斯本和意大利全权代表谈判 8月19日 双方代表在里斯本英国大使馆里进行了整整一夜的艰难谈判 卡斯特拉诺在认识到史密斯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之后 只得带着盟国所要求的投降条款 和与盟国地中海战区司令部联络了密码和电台返回了罗马 当然在回罗马前 他还是向史密斯通报了意大利境内 德义军的详细部署情况 并且在葡萄牙进行公开活动 直到28日才返回罗马 来掩盖他的真正目的 盟国提出的这些条款 包括意大利必须在指定地点 集结海军和空军 以便向盟军投降 必须保证所有通往港口和机场的道路畅通 并且一直防守到盟军到达为止 这就意味着意大利宣布停战 也就是要和德国开战 意大利想方设法 想避免自己国土成为战场的希望 将全部落空 8月26日 意大利第二位特使扎努西将军 在被俘的英国将军 维亚尔的陪同下来到了里斯本 扎努西此行的目的 就是强调 意大利投降的前提条件 是盟军必须先在意大利本土登陆 8月31日 史密斯在扎努西的陪同下 在西西里岛再次会见了 当从罗马领受了最新指示赶来的卡斯特拉诺 风尘仆仆的卡斯特拉诺向盟国解释 如果意大利是一个能自由形式的政府 一定会按照盟国的要求接受停战条件 但现在德国人已经在意大利派驻了大量的军队 意大利实际上是在德国的控制之下 所以停战将不可能在盟军登陆之前宣布 同时意大利迫切的希望了解盟军登陆的详情 并也要求盟军登陆的力量要强大到 足以保证意大利国王和新政府的安全 德国人这个时候已经察觉到了 意大利准备投降的蛛丝马迹 其实德国早已明白 意大利在莫索里尼垮台之后 早晚会脱离轴心国阵营 只不过不知道这种脱离将会以何种形式 在什么时间发生而已 所以德国已经开始采取必要的措施 来应付这种情况 8月23日凯瑟琳被招到了希特勒的大本营 希特勒告诉凯瑟琳 目前已经掌握了意大利准备投降的确切证据 要求一贯信任意大利人的凯瑟琳 不要再被意大利人愚弄 而要准备应付可能的变化 凯瑟琳回到意大利之后 随即就制定了代号为轴心的应变计划 也就是在意大利宣布投降之后 立刻采取行动 解除一军武装计划 对于卡斯特拉诺的要求 史密斯给予了异常明确的答复 如果意大利停战 要在盟军登陆之后才宣布的话 那么就没有必要继续谈判了 当然也不会向意大利提供有关登陆的具体情况 盟国方面的耐心将最晚等到9月1日的子夜 见识意大利必须明确回答 是接受还是拒绝 卡斯特拉诺无法做主 只好连夜返回罗马请示 盟国已经非常清楚地洞悉了意大利的心理 除非盟军使之相信 盟军将在进攻意大利本土 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否则意大利是没有胆量签署停战协议的 埃斯河威尔立刻建议派遣一个空降师 在罗马空降 但是意大利必须保证控制住机场 并向德军采取军事行动 这个建议随即获得了英美联合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支持 并且作为盟国的条件通告给了意大利 9月3日卡斯特拉诺重返西西里岛 在希拉库扎附近的一个橄榄树林里 与史密斯签署了停战投降协议 但是意大利方面对于盟军即将开始的登陆作战一无所知 而且不少高级将领对于卡斯特拉诺的协议表示意义 在异军的高级将领中 普遍认为盟军的登陆将会在罗马附近 很快就会与空降在罗马的部队会失 迅速解决罗马地区的德军 异军可以不需要和德军大打出手 就能借助盟军的力量控制罗马 而盟军方面则认为 只要一登陆 意大利投降协定一宣布 罗马地区的异军就会立刻调转枪口向德军开火 内外夹击一举消灭意大利南部地区的德军 结果想不到的是 双方都彼此错误地估计了对方的意图 那么如果追求责任的话 主要应该被批评的应该是盟军 因为盟军既然早知道 战斗力低劣的异军根本不是德军的对手 而且异军迫切希望盟军在罗马附近登陆 却死板地坚持在几方横空冰作战半径之内的萨勒诺登陆 而拒不向异军透露一丝半点的情况 这就使得本来绝好的机会最终付诸东流 那么盟军最初的的确确是打算在罗马进行空降 当时刚刚在西西里岛经历了实战洗礼的巴士尔空降师师长 后来美军的名将李奇威 那么和尸炮兵指挥官马克斯威尔泰勒准将 在9月1日被紧急招到了马尔塔岛的第15集团军群司令部 第15集团军群的司令亚历山大就亲自向两人下达了准备在罗马空降 协助意大利军队对德军作战的命令 李奇威并没有因为如此激动人心的战斗而兴奋 李奇威速来以冷静而著称 他就提出在罗马空降的种种困难 甚至认为一旦出现了意外情况空降部队很有可能全军覆没 所以他强烈要求取消这次空降 但是亚历山大却一口驳回了李奇威的建议 因为这次空降更主要的是从政治方面的考虑 那么已经和意大利方面达成了协议 所以只能按计划实施 泰勒仅仅花了一天的时间 就制定出了代号为巨人二号的罗马空降作战计划 但是要真正实施 必须得到意大利方面的密切配合 因此李奇威和泰勒又坚诚赶往西西里岛 和意大利代表卡斯特拉诺协商有关的细节 李奇威提出 意大利军队必须保证空降机场的安全 保证异军的高射炮 不对满载散兵的运输机开火 还要压制德军在罗马地区的高射炮 此外呢 异军还要在机场根据规定设置照明和导航的设备 提供空降兵着陆之后 迅速开赴战区的机动车辆 提供空降兵在罗马期间的粮食供给 并且随时提供德军有关的随心情报 面对这些条件 卡斯特拉诺非常干脆的一口英语 但是卡斯特拉诺如此痛快的态度 反而引起了李奇威和泰勒的警觉 因为他们知道在和盟军的谈判中 卡斯特拉诺的态度一直是犹豫含糊的 经常是在史密斯的强硬压力下 才稍作小小的让步 现在如此的痛快 就让人怀疑他承诺的可靠性 特别是在没有和意大利国内进行商量的情况下 就能做出如此坚定的承诺 这更加令人不安 西西里岛空降作战的失败 也让巴尔尔空降师的这两位军事指挥官格外的谨慎 因为巴尔尔空降师已经再也无法承受第二次失败了 两个人一致认为 必须派人前往罗马实行实际调查 看看意大利方面究竟有没有能力完成这些保障 所以李奇威和泰勒再次向亚历山大提出建议 必须在空降作战开始前派出高级军官到罗马和意大利方面接洽 掌握实际情况 再确定空降作战是否可行 这个请求上报之后 立刻就引起了埃森豪威尔的高度重视 因为他已经得到情报 德军对意大利的举动有所察觉 隆美尔的部队正在大举越过阿尔卑斯山 进入到意大利的北部 而在意大利南部的卡斯林的部队已经全面进入到戒备状态 罗马地区的德军也正在集结兵力 意大利政府态度究竟如何 异军对德军作战准备究竟如何 光凭卡斯特拉诺的承诺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要有可靠的自己人到罗马去实地了解 所以埃森豪威尔决定立刻派出特使 前往罗马与意大利政府接触 同时准确查明意大利方面的真实态度和备战的情况 那么具有丰富军事才能和深厚军事素质 又有海外考察经验 并且精通法语的泰勒自然是不二的人选 同时还任命了来自空中御书司令部的 威廉·加德纳上校作为他的助手 泰勒接受这个任务的时候 还以为自己将会受到意大利方面热情招待和妥善的保护 他以为罗马之行只不过是一次没有危险的战前实力侦查 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时候的罗马已经是龙坛虎穴 将会给他的一生中留下深刻的印象